上个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了 今年第一起的高中校园枪击事件 造成至少17人死亡 近年来美国校园恐攻事件频传 就连台湾艺人孙鹏迪鹰的儿子 都因为涉嫌威胁要攻击学校 而遭到美国警方逮捕 孙鹏儿子孙安佐脸书上 满满都是穿着迷彩服 全副武装拿着枪制的照片 甚至还有身着防火印拿着火焰盆墙 面对是否违法孙安佐 直言只要正当理由没爱到人 在路上喷就说是实验 警察就OK 看得出来对枪支反恐有浓厚的兴趣 没想到如今玩笑开大了 进了警局 对于这样的言论 有时候只是自己一时的好玩 但是给自己找来这样的麻烦 其实包括最后 你能不能留在美国继续留学 或甚至能不能留在美国继续工作 可能都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发生那么多次的恐怖枪击事件 美国现在各州都加强严格的管制 如果你现在在美国要买枪 条件限制非常高了 很严格了 留美的立委林俊宪 更是直言在美国留学时 也曾经购买过枪支 射击打把在美国洗松平常 但射击威胁 其实一句玩笑话就能解决 虽然左一句玩笑话 在美国可是涉及重罪 如今惹上麻烦 不止父母担心 也可能会断送掉 自己在美国的求学路 欢迎收看郭炎廷李佳化 台北报道